大盘,创业板指数,此心股指数趋势全部变红,社交重仓,行业龙头,基金重仓板块趋势也全部变红,意味着,题材股,白马股都走好了,迎来这些级别的好日子。 大家知道,从周四我就开始赚题材股了,因为整体市场开始赚好,至少接下来不会没事崩了,崩了也很快就能上来。 当然每次大阳线之后,因为用力过猛,也要小幅调整一下子,所以周五走得比较肉,既然日线级别走好,倒也无所谓了。 主力动向,甲班狂人近期也举亏,龙虎榜显示,他还在被套的骨鞭拉鞭自救,想赢去科技,合纵科技之类,周四大主力买了好多大票,以召唤系统入场。 前段时间,机构,散户都在杀爹,大主力需要把逃跑的机构叫回来,散户还不行,现在位置还不高,不需要散户进来,散户只喜欢高位进。 但大主力很多股,并不想扩大仓位,比如周五,京东方,宁的时代,工业妇联大主力直接就出了,中长线板块。 这里并不是随意买了死拿着,而是未来几个月不断活跃,炒完一波,歇着,接下来再炒。 农业,独角兽CDL进口博览会,业绩,相关物,哪个技术形态好看做哪个,回头说一下具体逻辑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访问TT 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